我在厦门长大 我毕业后来到厦门 在厦门这座城市 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人生脚本 是什么让大家愿意生活在这里 我们一起探寻答案 刘总 老乡老乡 在忙吗 你来了不敢忙 刘晴 我的陕西老乡 厦门天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的公司运营着厦门第一颗城市定制卫星 天卫科技一号仙岛星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卫星正好飞过的是 南美的这个上空 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厦门 一说起这颗卫星 尤晴就打开了画匣子 他1999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厦门 长期从事城市数字化应用方面的相关工作 这些年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 厦门在智慧城市建设数字化应用领域 急需专属的卫星数据支持 2020年 厦门决定建造一颗城市定制卫星 尤晴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并决定全身投入其中 完成他在卫星数据应用领域的创业梦想 因为应用的这个场景非常多 卫星数据回来 对我们城市进行这个扫描过去以后 它可以自动成像成这个3D建模 图就可以给这种做这个圆宇宙的 还有再到前身做这个3D IR VR的这种 也提供这个地理信息数据的底层 然而想要发射运营一颗卫星并不容易 在这样的前沿领域中 人才 技术 资金 政策每一个环节都十分关键 在项目的推进中 厦门相关部门的人才引进政策 帮助尤晴迅速组建起了自己的技术团队 科技部门更是配合它的团队前往多个单位调研 完成卫星前期的应用规划 再加上点对点的企业手续办理支持 这些高效的政务服务 都给了尤晴实现自己卫星梦更俗的底气 我一直认为厦门的整个的营商环境 在我心里都还在很前面的 我们厦门政府的这个服务 经常都是这个一对一的 而且他们会有一个团队 然后一直配合你 我觉得这个很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走的这些审批流程 然后比较快 这个政府的一些公信力啊 还有透明度啊 其实对比了一下 厦门真的是对于我们创业的来讲 还是很值得在这边打拼的 四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准备 近日 福建省首科城市定制卫星 厦门天卫科技一号新岛星 成功发射升空 经过两年的准备 2022年2月 厦门天卫科技一号仙岛星 在万众瞩目下 踏上了自己的太空之旅 卫星顺利入轨后 油情的商业卫星版图 正式拉开序幕 这个标啥时候开呀 8号 8号 我签拿 这个 这边 这边 您不要说这些都做好了 要多检查 不要再出问题了 多检查 不好意思 怎么 跟我去一下 马上 就一下就会 是不是在开会 你在开会啊 方便过来给您汇报工作吗 哈喽 好久不见 我们就是说是想 就是说是想 看一下下一步 还能怎么样 更好的给你们服务 如今 这颗定制卫星 已经应用在厦门的农业 海洋监测等多个领域 并逐步往岛外新城 和重大片区建设领域拓展 业务多了 油情 也更忙了 每天和卫星影像数据打交道 给了他观察这座城市的不同视角 从遥远的外太空 他看到了飞速发展的厦门 而这也让他有更多的信心 扎根生活在这座城市 你这是自己买的 还是要卖啊 还是要自己煮啊 这里就是那个 原来最早的这个下岗新村 然后比较老的这个社区 准确地说我实习的时候 就就在这里了 就住在这里了 应该整整20年了 然后这个这个小房间 就是我当时住的那个卧室 卧室然后一直对着这条小路 然后经常看到一些 谈恋爱的呀什么 看人家谈恋爱呢 那后来呢自己 自己就在这边解了婚 然后我的那个婚房 就也是在这边 这个也是你的婚房啊 对对对 自己终于也在厦门 这个算是安家了嘛 厦门在不断发展 油情的创业路也越走越顺 他说 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承载着无数年轻的梦想 拼搏的热情 太空中的那颗卫星 就像是一座灯塔 指引着他 在这片海 追寻心中的 那颗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